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王英 你这么五十年来毕业的话 以及通过这次病痛所反省到的自己的问题 以及对母亲的诉说 都表达给自己的母亲听 好不好 因为你说的不仅止于是你说的 我相信生活当中也有很多 很自我 很自私 不能够领悟到母爱的人 听到你这番话之后 也会反省自己 也会理解母亲的不义 所以不光是为了自己说 好吧 毫无保留 想说什么说什么 接下来是王英的告白时间 妈妈 我首先跟你说一声就是 对不起 从小到大 我一直怨恨你 甚至说是 我跟别人跟上去就说 要不经常跟别人说 妈妈不疼我 不爱我 但是我知道那时候 你对我好 但是我光想 但是我最渴望还是向着你 抱我一下 你说你知道不知道 老公的抱 儿子抱 都没爸爸抱 温暖 是你都还让我从里面重生了 妈妈 你给了我两次生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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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碰我 你不能碰我 好 好 啊 我自己来回 我再悲哀的也哭了 都哭了 你知道吗 你该了就好 保不保 稍微 你想不想那么多 我稍微 想你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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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妈妈的心 妈妈 我现在哭了 你哭了 哭了 哭了 不是 妈妈 你不要再哭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发誓 我再次我一说 我一说 我以后唱 我就在家练歌 我自己发话 那还不想得多了 我不想不想得多了 你一定要把自己说的 真本事才行 别再哭了 百事儿有人叫我一天 我挨妈妈的人 我身上挨症 我就说抱你 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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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就太自私了 老天子对我就成了妈妈 我看见这个母亲 这父母跟小孩一样 钻在那个女儿怀里哭的时候 这份心里柔软的地方马上被触动 妈妈刚刚说了 妈妈说要看你的行动 不要光嘴巴上去 你今年五十岁 在接下来的日子过程当中 一定要抓住每一份每一面 来体会人生 来想一想这些年来 自己的所做 所言 尽最大的可能 让母亲和你都幸福 所以说我感觉是活着真好 活着真好 如果不活着我都可以说 我一辈子 没有时间来向妈妈忏悔 没有生发 我妈妈真可爱 还挺漂亮的 你说妈妈 你抱妈妈 妈妈拒绝你 你看今天妈妈主动往你怀里钻 所以说她老了以后 她就像小孩一样 她向我们要求 妈妈 要得到温暖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祝福她 谢谢 谢谢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来 请回 谢谢 感恩 感恩 好 好好 参加妈妈走吧 还要注意身体啊 再见 再见